對於我們在監察院政治獻金 申報的資料是錯的 會感到震驚 今年8月民眾黨政治獻金 申報不時風波 鬧得滿城風雨 如今又被報疑似有多名黨工 被福報薪資 根據監察院政治獻金申報資料 民眾黨1月5號發12月薪資 但奇怪的是1月26號發年終獎金這一天 還多申報一筆薪資 但林冠年爆料部分員工根本沒收到入帳 以似被當人頭福報 不是完全說是這個福報的狀況 也有短報的 所以整體的部分呢 我們會把全部統整好了之後 一併的交給監察院 來做不申報的動作 民眾黨認了帳目又出現錯誤 而四叉貓也根據申報資料統計 民眾黨一共70億人 在1月份領三筆錢 如果七十一人通通沒領到這筆薪資 就差了三百四十多萬元 質疑這些錢到哪裡去了 為何最後總帳還能夠作評 實際上沒有發給員工 然後可能跑到其他的這個管道 比如說其他的這個私人的帳戶等等 就是相關的員工是不是要提起告發的問題 那第一個就可能有刑法的背信罪 政治獻金申報不實 連黨工都忍不住跳出來爆料 民眾黨帳目漏洞 持續連環報 三選綜合報道